成语汉牛冲动意思是指藏书非常的丰富 而云林土库的秀坛国小在55周年校庆这一天 获得台中国际同济会20几万元的捐款跟书籍 校方感谢社会的爱心 特别找人来扮牛拖着车子再送这些个书籍 重现了汉牛冲动的景象 也期许学生们要多多阅读充实自我知识 台中市北斗 秀坛国小的校庆活动上出现了一头牛 后面还载着一车的书缓缓走进操场中央 这是校方为了感谢捐赠团体所设计的赠书仪式 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乡村小学 那牛车在这边代表着有一个丰富的情感 是取鲁迅的自嘲里面有一个扶手甘为乳子牛 然后也希望是以同机会这样汉牛冲动的长输量 提供给这边孩子非常丰富的书籍 虽然这不是头真正的牛 却是校方和校友为了感恩热心团体的心意 因为政府部门没有挹注买书的经费 小朋友的课外阅读就困难许多 我们学校的小朋友都是很喜欢看书 可是学校的书对比较旧 所以你们会不会那些书 其实你们都隐藏着用看吗 对差不多了 没有新书可以进来看 我要想要跟同机会讲说 谢谢你们都会捐书给我们 还会捐篮球或一些我们学校需要用的物品 谢谢 秀坛庆祝55周年校庆这天 台中国际统计会特地一大早南架 带来二十几万的经费以及书籍 以最好的方式为学校来庆生 学校长有跟我们提起说 这边的小孩对阅读的能力比较缺乏 所以我们觉得对孩子有帮助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帮忙去做 就是由我们来募款 由学校这边选他们适用的书 当然还有一部分旧的书 是我们一些会兄会姐自己自愿捐赠的 除了赠书之外 校方也邀请家长一起提前度过母亲节 有小朋友献花与凤茶 感谢家长的照顾 也让55周年的校庆更加温暖动人 记者010云林采访报道